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全职房地产经济Simon 上一期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Cornel Rouge的独立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正屋 现在它的库存第七期还有三个Lot 大家可以供大家选择 有兴趣的话可以赶紧跟Simon联系 随后他们还会推出他们的第八期 但是价格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好了,今天带大家看的Model是叫做Rouge Spring 室内面积是1810尺 后向停车两车库 好,现在随着Simon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进房间以后上三级台阶来到这个一楼 非常明亮的窗户 因为它是一个end unit 所以说边位它的窗户会稍微多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设计 它的楼高是9尺的 它的地下室也是9尺的 所以说它的空间感会相对好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觉得Cornel Rouge这个Townhouse只有15尺宽了 其实大家不要担心 15尺也一样可以布置的非常温馨 大家可以看看像我们一样把今天的布置 这里是一个小的客厅的散布 然后它的地板是做了也一定的升级的 可以看到用的是这种engineering hardwood 现在这几年是非常流行的这种浅色的木纹色 然后做成一种极简的风格 搭配一些非常简单的黑色或者金色的灯饰 或者家具来衬托出整个勾勒出整个装饰品的轮廓 大家可以看到它把这里做成了一个餐厅 其实呢 如果您相处在Townhouse的家里人口不是很多的话 可以完全把这个区域设置为一个家庭厅的 这样都没问题了 大家可以看到吊灯非常漂亮 然后脚盖里面放一些绿池 然后黑矿的照片 然后把这个一楼就是显得非常的简约 然后它在这边呢有一个powder room 就客人用刚好利用这个楼梯下面的空间 我们再过来这边是厨房了 model home里面是做了大量的升级的 它的目的是呢 让大家来到model home看房子的时候 非常有一个带入感 有家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 大家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是需要自己做升级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石头台面 你看scissor stone的 quartz台面石英石台面 都是做了一些升级 包括它的back splash啊 然后还有这个橱柜的面板啊 像这种shaker panel啊 都是一定的升级的 所以说大家再买完房子以后呢 可以到开发商那里做一些部分的升级 然后有的部分的话 如果不划算的话 可以考虑自己做 这个厨房设计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中导 因为它整个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整个房子是1810尺的话 它做了一个稍微一个小的中导 可以容纳两个人坐在这里 主人做饭 客人在这边跟他聊天 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Townhouse呢 它是包家电的 对 大家看到不锈钢子家电 但是我相信这个家电 也是有一定的升级的 这边呢 它会是有一个小的closet 为什么要在这里有个closet呢 因为它是一个后向停车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后面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个车库 它是后向停车 然后您是其实是有后院的 因为这里会到时您可以自己跟邻居做一个栏杆 把它做一个隔断 然后成为自己独立的空间后院 虽然的这个后院不是说那么特别大 但是还是您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 现在的这个灯是都流行这种 要不是黑色要不是金色的LED灯 整个设计是非常现代和简洁 一楼成高九尺再查到一次 好我们现在去看看二楼 楼梯的颜色也是换色了 它是sting了跟这个地板是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个木的调的这个我们英文叫做picket picket也是升级的 不然的一般的话 它是作为这个木头的 这个model root spring呢 是可以做到四个睡房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model home呢 是三睡房的 在这个空间呢 它作为一个family room 可以在这里看看电视 晚上这个休息时候 在这里看书 看电视都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这个二楼呢 它就只有八尺了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大家在超商升级 可以把这里作为第四个睡房 但是因为呢 如果你家庭人口不是那么多的话 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这里过来是它的洗衣房 它是上下叠加的洗衣机 跟干衣机因为空间比较有限 在二楼这边是有一个卧室的 这个是卧室自己单独使用的一个洗手间 大量的装修升级啊 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包括这个D砖 它也升级了 这个是12乘24的 因为普通的话 一般的给的砖可能是10乘10或者12乘12的 包括里面的这个淋浴的墙砖 它也是做了升级 整个设计出来 虽然家不是年纪不那么大 但是实际出来的效果是非常温馨的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townhouse 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这个condo的性价比稍微会高一点 因为毕竟有自己的前后院呢 没有管理费啊 而且是有可以做到三到四个睡房的 好 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对着后院采光非常好 然后这边看过来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walking closet 虽然不算特别大 但是你也可以走进去把衣服放好 这里可以稍微做一些隔断 然后放更多的这个衣物 好 我们再去这个三楼看看 现在的townhouse设计啊 真的是两层传统townhouse 非常少了 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在推Richelan的时候 Richelan现在已经卖完了 刚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是一百零几万 现在已经涨价到一百二十多万 有些转账会出来 我们随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和Richelan的转账的deal 好 这是它的三楼的另外一个这个卧室啊 也是非常涉及非常温馨啊 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大家给我来看一看 淋浴啊 浴缸啊 都有 其实有的人不喜欢用这个浴缸 但是呢 我们其实应该是最好是保留有一到两个浴缸的在家里面 因为在这边的文化的年轻人和以后或者是这个 戏人买家的话 他们会比较注意这个feature 就比如像他们也特别留意 有另外一个feature就是说 这个fireplace 其实他们希望在自己家里面还是有一个fireplace 对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是这个第三个卧室用的 所以大家看到你在拥有三个卧室的同时 你是三个套房都有自己独立的卫浴 这里是三楼的一个小的closet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feature 非常温馨 这里有一个管道井 直接通到二楼的洗衣房 我们在二楼洗衣房设计设计一个篮子 然后把脏衣服可以三楼不需要拿下去 直接从这个管道井里面直接扔下去 就可以在下面开始洗衣服了 一个非常方便的feature 这个就是后向停车的车库 是一个双车库 外面还有它的自己的driveway 可以停两辆车 所以总共一共是停 可以停四辆车的 今天Simon带大家看的这个房子 就是位于 Macom的一个新兴社区 Cornel的新楼盘 Cornel Rouge 这个是一个townhouse的 他们这个楼盘呢 其实是有townhouse跟独立屋的 上一期视频Simon给大家介绍是独立屋 今天是townhouse 这个townhouse呢 它是后向停车 有的单车库的配置 也有双车库的配置 所以说看您的价钱 价格位呢 是从103万 一直到120多万的大的边位 户型都available的 而且现在开发商呢 还有一些赠送 首先呢 它是整个厨房的这个 Granic Countertop 它是送了 还有厨房的电器 也包含在内了 而且它的这个城高呢 地下室和一楼呢 都是九尺城高 上面的三楼呢 二楼三楼都是八尺高 这个位置呢 其实在华人的生活圈是非常方便的 开车五分钟就可以抵达 Macobin的Hive 7的 Muffield Mall 和一些华人超市 还有餐馆 它的功效资源也是相当不错的 也是名列前茅 相信随着华人的这个住户越来越多呢 成绩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说升值的潜力也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对这个Carnel Rouge的项目 无论是独立屋还是Townhouse都有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Simon 下一期视频Simon将给大家介绍 在开发商那里如何升级 和如何聪明的配置它的升级选项 好的 记得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 关注Simon的频道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